大家好,我是保曉峰,我们的时政工作团队又上线了。 我们现在正行驶在长安街上,今天一大早北京就在稀稀利利地下着小雨, 我们上车的时候雨刚刚停,那空气里满是新鲜和湿润的味道。 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在持续关注着这样一系列的新闻, 那就是4月1号到11号,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率领20位台湾青年学子赴大陆访问。 这也是时隔近一年多马英九先生再次访问大陆, 当然这次他们一行也是要在大陆进行为期11天的参访交流。 而在他们这一趟行程的最后的部分,也就是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, 习近平总书记将会会见马英九先生一行。 我们看到现在马英九先生一行已经抵达了人民大会堂, 那他在这里稍作休息之后,稍后,习近平总书记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马英九先生一行。 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,了解到今天的东大厅内布置得十分的温馨, 有很多时令的鲜花,在马英九先生这一排座椅的后面, 还有两排座椅,那这两排座椅是给谁安排的呢? 没错,您可能猜到了就是这次跟随马英九先生一同参访大陆的20位, 来自台湾大酒学堂的学员,他们的位置。 那这些学员今天非常的幸运,能够在现场出席这样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见活动。 当然,他们在现场也有机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能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。 好,更多内容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。